1992年民歌餐厅助唱歌手黄晨富 于1999年8月加入滚石唱片 发行首张同名专辑R.E.R.O 为当时家喻户晓的偶像美声团体 不幸的是 在发行第二张专辑大风吹时 却面临了唱片合约的解除 但他仍坚持对音乐的热情继续创作 许久未进录音室的黄晨富 要让评审鉴定一下 他的歌唱实力仍是宝刀未老 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 睡着的大提琴 安静的求求的 我想你表现得非常明白 我懂我也知道 你没有舍不得 你说你也会难过 我不相信 我觉得你现在比以前唱得很好 更有感动的感觉 是不是你现在 你还有在唱明歌吗 还是有 还是有是不是 你现在的情绪比以前好 比较有些内敛的感觉 感觉上你也是 你也结婚了吗 对不对 恭喜你啊 然后我觉得感情面 是好很多 但是你还是有明歌餐厅的那种 那种唱歌的那种习惯 比音也比较稍微重一点点 但是至少我有听到 我还蛮享受你唱这首歌的感觉 还蛮感动 谢谢 其实我刚刚一直看monitor 我觉得你的侧面很好看 就是尤其你鼻子还蛮挺的 然后我觉得你今天的穿着 其实就很有那种熟男的味道 都穿得很好 那我觉得说 其实你可以在外形上面多琢磨 因为它或许也是你一个武器之一 只是你可能过去没有发现而已 所以在外形上面我觉得可以在家园 多年历练让黄尘富唱出中年男子的沧桑 情感绝世无人能比 实力有胜当年 获得评审团一致的好评